經過大概一個多小時的車程 我們終於來到這個汽名了 剛才也過了橋 然後來到Pi Pi Island Hotel 好,我們check in 之後,現在上房了 等升降機 OK,我們來到三樓了 我們先找我們的房間 咦,我們的房間就在這裡 看看這裡的房間是怎樣的 要插一張卡 抱歉 這樣就開了燈,進來看看 這裡是怎樣的 這麼有趣 把卡這樣放在這裡 就會通電 好了,廁所是這樣 都是很普通的 一個洗澡的位置 這間就是 酒店房 一張床 還有一個櫃 好 有一張桌子 工作桌子 剛才我們去完動物園 我以為是先吃東西 誰知道我們就先check in 所以我們現在來到Pi Pi Island Hotel 這次我們預約不到那些homestay 平常我們會預約homestay 很多人一起去住 因為一開放了 好像很多人都已經 預約了些位置 我們預約不到homestay 剛才的動物園 是很值得去的 因為又不是很貴 而且天氣又好 空氣又好 然後沿途走 又不會說很悶 不自覺的 就做一輪運動 我覺得現在我磅一磅 我應該可能會輕了 因為出了很多汗 還有血液循環排毒很好 但是我剛才還沒吃東西 所以後來很餓 我咬了兩口wafel 破戒 也不是破戒 其實我有少量的quota 是吃corp 吃了nus 和wafel 現在我們將東西放下 就馬上去找食物 看看我們會吃什麼 什麼街頭美食 大巨蟹 這裏就是叫做 大巨蟹街頭美食 好像是foodcorp 首先大巨蟹 這裏當然有大巨蟹 這裏正在炒食物 我再近鏡看看它炒什麼 好像炒燒魚的醬 東海岸燒魚 這裏正在炒醬 這裏有蒸蟹和烤蟹 你看那些蟹 有蟹食 這裏有很多海鮮 有很多海鮮 有龍蝦 這裏好像是遊客 有人說要什麼海鮮 這裏有大隻的龍蝦 這裏有炒河粉 西餐 我們先去找位置 這裏環境是這樣的 有人坐在這裏 我先坐下 這裏有一個水壩 這裏很大 這裏的foodcorp 我們叫了食物 就會拿到樓上 還有上面一層 我們先去看看有什麼食物 這裏有馬辣雲吞麵 這裏有乾燥麵 這裏有鴨肉鵝羅條湯 我很喜歡這裏的鴨肉鵝羅條湯 這裏有魷魚燻菜 這裏有福建蝦麵 這裏有福建蝦麵 還有滷肉飯 旁邊有萬煎糕 像薄餅一樣的食物 這裡有燒烤和韓伯格 旁邊有田雞 工補田雞 旁邊是手工拉麵 然後有魚雜 魚雜即是米粉糠 但這個沒有開檔 旁邊有豬肉粉和焗飯 走到這裡還有點心 點心也不錯 很多食物 還有外面的座位 這裡還有雞蛋仔 我們繞了一圈 發現原來有幾樣食物都沒有了 叫一些食物又要等半小時 所以我們現在在想去其他地方 去其他地方吃什麼 我們走之前點點心 先去其他地方 我叫了這個叫東陰燒賣 有東陰味的燒賣 東陰宮味 這是普通的燒賣 還有很多其他食物 在看蟹 我們很多次都吃不到蟹 今次看看 要不要叫一隻 先吃一隻 先吃一隻 咦 我們叫一隻 先吃一隻 旁邊還在燒烤海鮮 蝦和燒魚 我叫燒米 還有鮮竹捲 蝦餃 先頂著肚子 它正在打開蟹 讓我們切蟹 有幾次都吃不到蟹 今次終於吃到蒸蟹 沒有坐在這裏 什麼 不過沒有坐在這裏 對 不過我們沒有坐在這裏吃 我和我老婆在這裏 Hi Hello Hi Hi 蒸蟹 不是蒸蟹 很大隻蝦 我盡量站近一點 很大隻蝦 還有燒魚 用炭燒 我們剛才在那裏 買了點心 和買了蟹 在車上已經吃了幾口蟹 點心 也挺正 蟹很好吃 我老婆說 這蟹很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另一個地方 都是在附近 這裏叫做什麼 這裏叫做檳城漁人碼頭 大家可能都知道 檳城漁人碼頭 我進去看看什麼樣子 應該都很棒 炭烤花盆雞 什麼來的呢 過去看看 花盆這麼有趣 整隻這樣烤 有燒 旁邊這裏有串燒 這裏有烤魷魚 還有一些 八爪魚 這裏有 烤魷魚、八爪魚 然後 這裏有些 好像taco 那裏有個 這裏就是這樣 有很多檔 都是一個food court 右邊有燒雞翼 這樣 萬煎糕 這裏是螢光的招牌 檳城真是一個美食天堂 這裏是西餐 這裏有糖水 這裏真是很大 這裏是近海邊 這裏直望是一個海 海景 現在是晚上 看不到的 這裏就是豆腐花 這裏有 那裏有很多檔 這裏 我簡直好像逛夜市 這樣逛 西餐 剛才拍了 有肉骨茶 這裏有泰國的食物 越南的食物 但這裏沒有理由吃越南的食物 這裏直去還有很多食物 我直去看看有什麼食物 這裏有薄餅 這裏也有焗飯 這裏是什麼 這裏是海鮮的食物 我被辣椒分到 這裏有餃子 台灣風味 我先看看吃什麼 可能拍不完這裏的食物 這裏是炸雞 馬來西亞的炸雞 真是獨一無二 不是獨一無二 總之很好吃 總之 這裏有炸雞 和焗飯 我們走到這裏盡頭 有一檔 是我們差不多 掛著了很久的食物 就是 赤裸 我們應該會叫赤裸 看看還有什麼海鮮 赤裸沒有了 失望了 明天才吃 我被麻辣香鍋吸引了 它是自己夾料吃的 我應該會試試這個 好了 我夾了這些材料 讓它炒香鍋 這樣炒出來 一碟碟 一個鍋 它這裏的麻辣味 香辣味很香 很香 所以很期待一下 其實KL也有這些 不過是一間餐廳才有 可能有些我未發掘到 慢慢發掘 有些我猜幾重 有些就這樣計算價錢 看看這裏多少錢 1.6元 1.26元 1.26元 2.8元 2.8元 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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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火燒熔的芝士 這是一個灼頭 但我又不能吃薄餅 所以就 有機會再試 這個叫什麼 Mr.Maa Maa Maa JD 這個就是入口 我轉一周給大家看一看環境 因為太多食物 剛才我也有拍過 但我怕拍不到 環境就是這樣 這裏是坐的 咦 原來我們坐在蟹上 這個就是我們今晚坐的地方 這個就是剛才打包的蟹 好好吃 這個真的超級好吃 超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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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好吃 我老婆興奮到不斷轉一下 這個就是製成品 剛才我點的那個香辣 即是麻辣 是不是 小辣的 這個是 他們另外 就點了三個肉骨茶 一起吃 這個就是滑蛋荷 他們都點了三個滑蛋荷 這個魚人碼頭的外面 就有些 好多人 有這樣的發光的車去坐 發光的車坐 在海邊的 這些車好像是租的 租了 就是自己開的 裡面就在播一些Disco的音樂 外面就是一個海旁 被人玩這些電動的車 我走到這裡盡頭 原來餐廳 就是那個魚人碼頭 那個食物的地方 Food Court 外面就是 可以租的那些 電動的單車 還有電動車 還有電動車 還有這些電動車 哇 這麼多 電動車 接著有電單車 電的單車 然後這裡可以載人的 他們這裡很激 這些音樂 好像Disco 蹦蹦聲 這裡都摸了頭 哇 現在這裡真的很熱鬧 剛才那些Scooter 電單車 他們說沒有電 沒有一步都租不到 那就 下次再來吧 那今集就是我去 宜保和檳城之旅的 第二天的結束了 我們吃完東西之後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 一個里與坑渠的地方 這一集應該就是我 第二天的結束了 希望大家都有享受到我的影片 大家如果未訂閱 希望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反正不用錢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我 還有一些一直有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多謝你們的支持 新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也多謝你們可以來到這裡 看我的影片 這個環境很特別 他們都在這裏走 在這裏享受一下 很多這些 好像孔明燈的裝飾 在這裡 那些孔明燈的裝飾 全部都是 這裡的小朋友畫的 好多盞 看上去都很漂亮 我們路過 停車在這裡 慢慢看看燈 帶小朋友來看看 這裡旁邊有一條渠 有些鯉魚在這裡 應該是 我現在看看有沒有鯉魚 有些鯉魚在下面 有些鯉魚在那裏 有些鯉魚在那裏 那些 畫了的花紋 就是那個 小朋友畫的花紋 來的 整體上都很有意義 好像每個人畫一盞燈 就是一個願望 孔明燈也代表 是什麼呢 一些好像 捉緣的東西 好像許緣 寫了自己的願望 放上去 那些孔明燈 我們應該在這裏附近 看看 大家 可以現在都感受一下 在這裏 看到 那麼多燈在這裏的 一個畫面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多謝大家 希望 下次可以再見到你們 大家期待 下一集 濱城之旅的第三日 有些什麼節目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